今天主題就是何寬 因為他畢業了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 我每一年都會錄就是說 畢業生 哪一個 沒有啊 每一年都會 我們UWH畢業之後 然後就錄說這個 學生求學的經驗談這樣 然後今天這個好像是感覺是什麼 Family 這個 Virgin 第一次那麼多人 錄Podcast 然後所以我們就感覺可以 用比較聊天的方式 然後來這個問畢業生 就是在美國的一些 遇到一些有趣的事 還是大家想知道的事情 對 剛剛我們今天那麼多主持人 四打一 你還被問答 就可以 我的水在哪裡 What the hell You're recording And you're finding your water 哎呀 哎呀 我 我 找到了 對 所以 這個 我來看一下喔 You don't try to find the water during your action OK Yeah You don't see Johnny Depp go to Where's my water Where's my wine Where's my Mega Pine 因為他的這個 好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 我們 第一個可能可以 可以聊說這個 這個 為什麼 何寬 決定要來 UWM 為什麼會來 U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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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rogram 對 然後 那時候原本是 我們實驗室的另外一個人 他就有在生 他做一的時候就在弄這個 他就想要來 然後但是 他 後來覺得他 他年紀比較大 他大我們兩屆 嗯 那當然 對 就是 年紀比較大 所以他覺得 再花一年 然後 再 追一個 美國夢 就好像 他後來有來嗎 沒有 他後來就沒有 後來就沒有來 對 然後後來 我就 我就知道 有這個program 嗯 然後後來我就 嗯 後來就跟決定在一起 然後 欸好像 中原 欸中原算是 算是 因為我記得你在中原的時候 你算是念 因為你在這邊是材料 然後可是你在中原的時候 是念化工 對不對 對 化工其實是一個大 大分類 像我們 嗯 中原畫工下面有 深化組 材料組 跟綠能組 嗯 然後我自己大學本身是深化 深化組 但是我在碩士的時候 就轉到材料 在那裡去 然後所以其實中原也沒有說一定是 什麼系 然後可以雙連 還是說其實有固定 某些系 在那個官網上面有寫 但是 來UWN的話是工程 工學院 中原大學工學院跟 電機學院 可以 就是跟UWN這間工學院 就是有交流這樣 然後 所以其實 這個 因為 因為每一年來 來的同學 就感覺我們遇到比較多是工業工程 然後 電機 然後 所以其實 在中原同學 如果 只要是念工學院的 然後如果他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透過國際處 然後 來雙連這樣嗎 還是 有什麼 一定要 你的意思是說 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出來 怎樣可以出來 怎樣可以出來的話 就是 比如說你那時候 你是 你是 就是也是 算是透過這個工業工程 和電機這邊的 管道出來 那個 電機學院的那個 承辦人 然後 然後 其實問 問他一些比較多的 detail 然後那時候 有一個說明會 然後 我們 我們 我們跟Joyan都去參加 然後 所以他那時候給我們的目標 就是 要先 考過托福 就是 托福考過的話 就可以省 就 蠻大一筆錢 對 然後 所以 那時候目標就是 放在托福上面 然後 大概是 11 11月吧 然後 然後 考兩次 就 就有過那個門檻 那標準 他標準是 79 79 過79 就不用修語言課程 嗯 可是 你沒有到79 你也是可以過來 但是你就要修語言課程 然後 就是他會有一些 嗯 可以讓 有一些比較扎實的課程 其實我覺得那些課程也沒有說不好 但我自己也蠻想上 就像他現在有寫過的 就是 他有一些學術的 用法 或是 怎樣可以讓你寫出一個 小塊寫出一個文章 嗯 對啊 我覺得那也是 很重要的 的一個 課 就是在 在台灣都沒有 受過這樣的學術 所以我覺得上來課也 挺好 那你說這邊 UWM的英文課 對 就像 可學有上 嗯 我今天有上過 我覺得 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那我覺得還不如考79 在一起 因為說實在 考比較高 反而沒有收過的學術 嗯 但是 你就要 因為那個 語言課程 我這樣是 不知道 16萬 好像是 我記得好像還蠻貴的 就是 你要 付出待大門高 各位同學還是考 不過 欸 不過 但是好像 我記得 UWM的學法老師 你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就是 繳一個錢 然後吃到飽 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中原他有一個 是 你有一個學期 像我的博士有過 我有過英文門檻 所以我的第一個學期 是 吃到飽 就是 你就可以選多少 然後這些學期就是 照學分 多少 然後 像 所以他們 假如沒有過門檻的話 他第一學期的吃到飽 就是 全部幾乎都是在那個 欸 沒有 他這樣就不能選吃到飽 所以他 就是 十大十人 第一個選擇就是要付 那個 教育學 那個英文學分 的錢 然後第二個學期才是 吃到飽 然後 因為你沒有過門他 所以他還會限制你 不能修 多少學分以上的 系上的課 我記得是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記得 好像 通常 雙年學會來的時候 好像都會想要一年 把那個 課程結束掉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 你英文一開始沒有過的話 是不是感覺很容易會超過一年 應該不會吧 也不會 也可以 我看可軒也是 也可以一年 對 那天就會結束了 我看前面幾屆也是 就是 有想過 那一年半 一年半 那天在 晃秀的時候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終於拿 另外一個 就是 頭髮是 他是說他去押中的那個工作 你還記得嗎 沒有 實際上 就是說 有這個program 然後再加上你語言 通過的話 基本上 希望還是很大就出來 嗯 嗯 然後 所以其實你 不管你英文有沒有考過的話 時間上 可能是可以同樣的時間完成 然後 但是有需要多矯情嗎 比起英文 你還是考過的 還是其實也沒有多矯情 有他就是要多講那個英文學分 的那個課 嗯 然後 然後 像我是有business的program 所以 我覺得我花的時間就比 讓business的再 多 難度了 嗯 就是變成你要 就是你要做實驗嘛 然後你要 而且做實驗不是說 你做一次就會成功 對 就是你要一直tr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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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修課 就是時間就是到了 然後就把該完成的作業報告 完成就 畢業 就沒有太多 就是不確定的因素 就是你只要顧好你自己 分那個 那個功課 就不是像做實驗是一個 有時候是一個發散的一個 一個過程 對我覺得好 那所以其實 這樣感覺起來就是 就是說你一開始英文 不幸沒有過的話 但是你還是可以來 就是你沒有 不幸沒有到那個79 的話你一來的話 你雖然上課 但是這個你時間可能可以 差不多時間完成 只是說你可能讀 對 對 以美國的角度 好像他們 是給你將來有 會往學術 這邊走的 就是好像寫 會對你之後的 你的 PhD 會有 就是一個 蠻 就是 就等於說要申請的時候 你有論文 可以當作一個 語意的東西 對 就是 就你不是就是 單純想 因為當DXX就跟 修科 跟 就是大學 就是你是修更多的課 所以拿到這個 可是 DXX的話 就是多了一個 這個實驗 那你 PhD 一定也是 有一個實驗 在那邊 你不可能是 多修很多學分 拿到 PhD 好像有這種功能嗎 應該是 好像沒有 比較少 就是 都是要有一些 實驗 結果會討論的東西 那 你如果可以在 碩士就先有 這樣子的訓練的話 那你在 將來申請 PhD 的時候 應該是會有 就是你的 你的能力就是 比較符合 PhD 所 你需要的一個數值 嗯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那 那 假如說 這個人他要就業 因為 像我跟你 你也有不同專業 比較接近 那 然後我又是 Compare Science 裡面的 Data Science 那其實 嗯 近幾年 有寫 Thesis 跟Messius 除非他 他那個論文 真的到了 很好的 你們期刊上面 不然其實有寫 跟Messius 一樣 那你們 這個領域 會不會這樣很驚醒 還是說 真的很看 每一個細 或是個案 的區別 這個 我覺得 不是很清楚 你要問你 例子 去找工作的話 其實好像 我不太確定 對方是不是 需要你有寫過 的經驗 因為我感覺他們 比較做這種實作 就是 就是他要的那個 命 會不會 會做 會做這樣 但是 你在學校好像也很難 就是 達到 廠商 要你的 那個 需要你的能力 感覺很多也是進去 才是虛弱的感覺 所以好像 就我的理解 但是 也許可能不是這樣 就是好像廠商 其實比較注重的是 你 你修過那個課堂 你懂這個知識 所以你可能會做 很懂心這樣子 然後 但好像你論文 可能也許是更細文 可能就變成說 你直接 念完是去 業界工作的話 也許 論文可能 比起你要升學的話 對你影響 可能相對沒那麼高 這樣子 但是 但我想 很多教授可能 還是會 會推薦 同學說 就是 修 修個有論文的 因為你有 多一條後路走這樣 因為你想升學的話 我感覺是這樣 但是 也是每一年 也會有很多同學 去選 不同的方式 對 我覺得它比較像一個 加分題的感覺 嗯 那你在業界 可以加到多少分 跟你在學術界 可以加到多少分 它的那個 可以加的成分 那是不一樣 嗯 就像你現在說 有沒有丟到一個好期盼 那可能在業界 你有丟一個好期盼 可能就會 加的分數 就會比較多 就是 相較於 可能 還有一個 那種 對 對 對 實際上 實際上研究生的 關鍵研究這兩個字 就是說 你具有這方面的能力 能夠出這麼當值的論文 實際上我覺得 你的業界也會受到肯定 就是說 我 我本身就是去做研究的 不是說去做實踐了嗎 對不對 我讀這個書 對不對 那你如果能到這個高的 就越 越受苦 就我有問題 就是說 你考過了托福 79分 對吧 過來了之後 你覺得你在學習當中 或者你在生活當中 你 比如說英語使用上面 你覺得在哪一個方面 會最有壓力 最有壓力 是寫多呢 還是 交流呢 還是聽課 可能剛來的時候 是最準的 就剛來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 我會 因為 因為 因為是從一個 就台灣是一個 中文的環境到一個 因為 我剛才來的時候 會不敢跟 外國人或是跟 就跟其他人講話 就怕我會講錯話 然後 剛開始來的時候 就是9月 他就會打錢管 那我就 慢慢在旁邊 學 所以你覺得是 可能是 什麼 讓你 破除了這個心防 你覺得是 你會 可能 看多了 看多了 就是 我也是你女朋友跟你講 他 他就是 我聽到不懂 之後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講這個 那 是什麼時候 什麼情境下 可以講這個 因為這就是 口說的一些 就是 半程 我們在考託福的時候 就是 你不會去考到這些 還有一些 口語上的一些用法 就是 你不會講一些 很正式的 所以一直在 就是 在日治 背後的感動 對啊 托福考的 托福的口說 好像其實還是跟 大學校學生 校 校學生 或是 現實生活好像還是 略行差距 然後 再來就是 聽不出 寫 寫 正文的文章 然後 這麼 正式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 我是 滿早就起步了 就是 滿早就開始 慢慢在寫 然後 就是讓自己有 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 準備 就是前面像 introduction 那個 experiment 那邊就是 大概就是那個方向 就是 所以你那邊可以先行 然後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還有一個 就是以前在台灣 的實驗室 我們會要求 每個禮拜要讀一篇 配備 然後 meeting的時候 就是 到別的 然後會 中文音中文音這樣多點 就是 我覺得那個訓練 就是對我們現在在這邊 就是寫作 也是有 滿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 讀多一點的paper 然後 那時候老師叫我們要把 就是 paper裡面用到的那些 劇法 把它寫下來 嗯 對 他講了很久 我只是寫了一句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not respectively 這樣 對 然後我現在寫作的時候 就會 然後再寫一下 但如果 以前就有這個習慣的話 可能我的 就是我的 劇法就可以 比較多變一點 你的訓練是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你在中原有這個學 對 我覺得 滿感謝那時候 那個老師 就我們的實驗室就是 有給我們這樣子的環境 就承受那個 那個壓力 我們聊快點 就是說 剛還在聊到入學 還在聊到 所以 就是說 要聊得 遠一點 完全 前三個月還過不去 這樣子 我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來美國之前 會對美國或者會對遠方 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遠方 一個 imagination 沖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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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很遠的地方 就是 心裡面的遠方 這樣 會有一個沖淨 對 跟你來這裡的感覺 你覺得 呃 生活上的那種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有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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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外掉的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臉外掉 可以說嗎 可以 我從 簽證那時候 就是一路就是 哦對 我記得那種簽證很早 就是 你AP嘛 對 我會行的審查 從簽證那邊 就開始很不順利 就等了 六十幾天 然後最後才拿到我簽證 然後 從 check-in完 然後到上飛機前 這邊 然後我的行李還被 被check 就是 他拿了一個像 柿子的種類 在我的 衣服上 我的筆電上 然後送進去一個 儀器裡面 我不知道他在測試什麼 然後後來我看到就是 機票上面有打 四個星星 就是 重點 重點對象 然後後來 下了飛機 然後 臺灣那邊也是 我感覺我被問得比平常 就比別人 還要久 然後後來我的行李是被check 然後 有些 有些泡麵 就被 被拿走 就 那個 不是泡麵 就是 那個 康寶的那個 那個 農康 有一個是 玉米雞龍 雞龍 那個有 然後後來那個就被 被丟掉 喔 那以外四個星星 那時候還沒有 四星上將 雞龍 雞龍 然後就 到這邊 然後 這這邊就 蠻舒服的 屋價蠻高 跟臺灣比蠻高 欸你剛飛來的時候是 是直飛 直阿克是不是 沒有沒有我先到 舊金山 舊金山 然後我們再打 M-TRAP M-TRAP過來 蠻舒服的 怎麼個舒服房 就是 氣溫比較乾燥 然後不會說 十四年年的 十四年年 很不舒服啊 那你覺得現在舒服嗎 現在在背貨裡當然舒服 哈哈 我都現在很甜氣啦 我都現在這個很熱熱的甜氣 也好啦 就跟臺灣差不多 就是 但是 又沒有像臺灣那麼濕 像臺灣這個時候 應該是一直下雨吧 沒有雨季 也端午節出的 其實最近也滿之冷的 其實也一直下雨 臺灣最近不是剛才 可是他下雨是兩下 臺灣是兩熱的下 而且比較少那個 臺灣下雨的時候 他會先有一股 很悶 悶的氣息 然後現在會有一個氣味 對 下雨 雨味 這會很少 但我覺得 我覺得前幾天還滿熱的啊 就是 我記得到快三十七度 熱浪 可是 三十七度歸三十七度啊 但是 因為我們是乾熱 所以好像也不會太不舒服 會啦 就只是很熱很熱這樣 我們就蒸發了吧 他 他熱的時間很短啊 頂多就是一個禮拜十天架起來 頂多是這樣 這是很好的 一個禮拜十天架起來 一個禮拜十天架起來 就是什麼禮拜 要不是一個禮拜 要不是十天嘛 一個禮拜 然後還有你跟同學之間 我們跟老師 對啊 比如說 可能在台灣 你比較多機會是遇到說 老師說一就一就一 那這邊有可能是 上課前 老師先問問題 稍微太行 之類的 我覺得 我們有點名吧 對不對 台灣好像都會點名 對不對 不會啊 因為現在這邊COVID 所以 就是後面看那個 就是 錄的那個影片 或是 你在家裡上課 老師其實都就會說 但我不知道現在台灣 因為現在 我沒有真的在台灣COVID 上課 台灣是不是其實 沒有真的像我們這樣子 hybrid 模式他們還是 對吧現在好像 現在就是 以前沒有 而且以前好像 正常 然後回答你剛才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 就是美國學生 比較感人 就他覺得怪怪的地方 然後 他就會馬上 就是會舉手 我有重要 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挺好 像我在台灣 就是會 有重要 應該是我這個 這方面的能力不足 我回去再呼吸一下 然後 看來 他們也就不管 他問題覺得 自己覺得怎麼樣 或別人覺得怎麼樣 就是 先問再說 對 我覺得他們不會特別想說 這個問題 就是 問出來 會不會怎麼樣 反正就是直接問 有些在講 他們問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 有時候同一個答案 你聽第二次 你自己會有不同的 對 有這個我覺得 我有多被影響 所以後來有時候 我覺得 有怪怪的地方 我也會直接 直接問 就是 老師的 PPT是有哪邊 好像 應該很怪怪的 我覺得很常 就是 你問不出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是 就是 你沒有進入狀況 就是 你可能聽不懂 還在省你喔 一可能是 你可能搞不好 聽不懂 在講什麼 這可能是聽力的問題 二可能是 課程的難易度 可能已經超越你的想像 你沒辦法跟上 然後 三可能是 好 可能就是真的你都懂 嗯 嗯 我覺得台湾課 感覺比較難 台湾課比較難嗎 比這裡難 這邊作業比較難嗎 還是說 這邊的老師 懂得 就是說 知道更多他 教得更 更那個 更懂一點 好不好我覺得 我們系可能不在意 嗯 就我們是 欸 準時畢業就是 算是 好像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對就是有 你打一部分是 沒有辦法準時畢業 蛤 就是你專業 就是中原畫風是 喔 我覺得啦 好像 就有很多 畢業手們裡面 一讓你 一讓你過 畢業手們裡面 就有沒有 程序控制 就我那個時候啦 程序控制 然後 程序設計 然後 計算機程序 就這三個 嗯 而且都還大師喔 你的 上網的話 大三大師 中原的老師會有壓力 是我嗎 他們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聽到 在那邊守門 就是一般 一般 就是我聽到 就是別的畫工 或是材料 他們是 或是其他科系啦 他們是大一大二 大三可能 大一大二 大二大三 就是比較專業科目 然後比較難 然後 但是後面也會 比較簡單 然後到大四可能就實習 這樣 可是我們是 就簡單 然後難難難難 越來越難 然後會有檔學 就這個檔 這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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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沒過 你就不能修下一個 然後就 別人環保 你的進度就會比別人落後 所以你就是 每一個選擇 然後我們 一般大學 不是都考兩次 考什麼 其中其末 然後我們考三次 喔 就是跟高中一樣 所以你可能 壓力更大 一個月就會考一次 然後可能一個週末 而且我們都六日考 因為我們有三個班 很爽 六日 然後考試 六日然後就是 三個班會一起考 對 所以你就是 花滿多次在 然後 在畫中 那 OK 可是你 那這樣感覺 就蠻精實 你會覺得 就是 我覺得普遍 台灣學生都覺得 美國的那個 就是 課程比較精實 比台灣精實很多 就是 其中一個 很大部分就可能作業 什麼的 你這樣覺得 就是其實 中原 中原的這個 這個 課程精實的程度 也不輸 美國人的感覺嗎 還是那個 那個量不太一樣 我覺得 不是這樣講 兩個性質是不一樣的 在中原 就是 你要過的話 就是要靠古提 說你背背背背背 公司背背背背 進去 走走走走走 然後你就過了 對 但有時候 你知道他這樣 不知道他在幹嘛 可是在美國的話 他就會透過 作業 然後 讓你 再回去翻 就是 你 老師上課的講義啊 什麼 然後自己上文查資料 然後 然後 就是 當然 老師他那些聽委 也是他覺得是一些 比較精髓的 一些重點 的一些 他覺得你一定要知道的人 他就會把它出在作業裡面 那你就會自己以後再複習了一遍 然後 就變成是 吸收成你自己的 東西 就是跟在台灣那種 背了 然後 你可能下一次 就是 你就忘記那是什麼 就是你可能要 一直背 當下你 背了 然後可是 就是用完 考完試你就 你就忘記了 應該說 老師出題的方式 比較 他會誘導你 我只是 看 教科書上 還要 稍微去 查一些 額外的資料 然後 形成你自己一套的 知識體系 你才有辦法接著回答他 後面的問題 後面 像老師 我們那時候作業都是 五六題 然後後面一題 可能就會是 開放的 就是 一些 可能會跟生活的結果 或是 比較 學術 就是 就是 會比較 不會那麼死板 我覺得 應該是 就是 因為美國的課程 感覺是 平常 就是 隨著課程的演進 然後你會 一直 準備 這樣子 然後準備到考試 這樣子 然後 台灣的話 我覺得可能不同科系 不同學校 不太一樣 可是大部分好像是 就是可能 大部分人會在 考前準備 那個時候可能是 真正還認真 準備的時候 就是台灣 對台灣 然後 然後可能也許 因為 因為通常 我不知道 每個老師 是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 遇到的情況 比較多是 其實不是每一次 會有 像美國 這樣子 一場課結束 這個單元 然後就有 類似一個 這個 自我的檢定 就是 你要 當然 就不一定說 老師會 下一場課會跟你檢討 但是 你就回家 你就要寫這個作業 然後你就會 自己準備 這個 這個小節 OK 好這樣子 然後就 move 放到 下一個小節 然後所以 是你平常 就是在 做 做這個 期中考 或期末考的準備 因為那個 很多題目 可能會從 平常小考出來 這樣子 小考回家 作業出來 類題這樣 但是 台灣的期中考 期末考的感覺 就是說 那個 老師雖然是 平常是 教一堂課 一堂課 過去 但是 主要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是 透過 考古題 去準備 所以又 就不太一樣的方式 這樣 我覺得 感覺是那個 快速 快速準備 和一個是 日積 月累這樣子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感覺 就是 在這邊 經過作業 跟考試之後 你基礎工會 這樣 就是 就是 你在台灣 你雖然做了那麼多 考試的作業 可是 那些作業 不會讓你意識到 基本功能重要 可是在美國 最後會 會到回去 意識到說 原來這些 基本功能是最重要 最後你只要知道 這些基本功能 可以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在台灣 我的感覺是 你會在意說 老師 有沒有勾到那個 考試 考試要考的題目 或者是考古題到底有沒有用 這樣子 我前面想要補充一個就是 像在台灣的話 台灣上大學就是高中 高中你就是準備很久 準備高二高三 然後準備考學測 然後學測完上了大學 然後 就是 你會填的那些科系 所以 是真的大家 就是 你自己心裡想要念的嗎 還是 就只是 照著分數 就是 填下來 我可以上哪裡 所以我去填 好像就是興趣 好像 沾一點邊就好 可是我覺得在美國的話 他們 真正 進去念大學的人 他們是 嗯 因為在美國念大學 我覺得是 蠻不便宜的 就算對美國家庭來說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的負擔 嗯 然後我覺得 就是他們願意投資這個 就是讓家裡小孩子 或是他們投資自己去上大學 就是他們已經 蠻確定自己就是 大概就是要走這條路了 很多就是 去業界上完班回來 然後再 再進大學 這個姿勢需要補足 他們可能會進大學這樣 對 跟台灣的那個 所以台灣今天好像就是 就是開始玩了 對 他們的動力跟壓力 也會比較大 對 這個 在美國的這些 就說有一些負責任的老師 上課的話 他會在乎你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你真的有沒有懂 對不對 嗯 他如果你沒有懂 我直接就 就是你的作業 或者你就考上你就是50分 你就是40分 你就是30分 他沒有再給你開玩笑 嗯 但是 然後 但是他最後打成績 有時候他會GENEROUS一點 但是 但是確實就是說 你經過他這一套過來 比方說他講課 然後寫作業 然後測試 quiz 然後exam 就是你 你就是能夠搞得懂 如果你真正照大師去做 對 你這種課你就能夠真正搞得懂 嗯 嗯 然後我覺得美國課會 就是他老師出的題目 你是 就是都幾乎可以在就是教科書 或是什麼找到 嗯 比方常有時候你會 知道老師哪來天外飛來一筆 就是 這這題是 就 就很 很好經濟爽玩那種感覺 對 嗯 沒有但我覺得最好又不能這樣找 就以前就會看靠谷題 靠谷題沒出現 就覺得 就老師超出範圍了 對 沒有超出範圍 但 就是基本功夫不夠 對 其實有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在搞 嗯 好 OK 這是課程部分 然後 就是 那我們就 聊聊說 那個什麼 研究生 美國研究生 這個課語都在幹嘛 沒有課語 沒有課語 直接刷題 美國研究生 就是 no joke no joke 以前唸書 15小時 美國研究生 我覺得 你覺得你就是 這個 因為我在台灣做的 跟在這邊做的 有大概 一半吧 就是都是做補母 然後也都是用界面去合房 然後去合成補母 所以 嗯 我覺得 就是我會 我覺得我自己是 來 然後因為就是 跟在台灣做的都是差不多 所以 就蠻快就進入狀況 嗯 很好 覺得 很 lucky 嗯 就是剛好 就是學校合作的這個 學校 然後又有 就是跟我做相同領域的 就是 老師 覺得是 真的是 就是 就選老師的時候也是蠻重要的 你是自己選的是不是 對啦 我就打UWM Membrane 然後就跳出 Dr. Ma 很好 就是你 哈哈 我覺得你來的時機也是很好 因為馬老師其實算 很新的老師 他是 來四 五年 嗯 然後 是他研究生 很 很直 直爽的 很聰明 SPA 然後就找到 現在研究生我覺得 也是蠻 對 下個問題給你問啊 對 你要換拍了好幾張 他已經入鏡 哈哈 哈哈 你是要問點刺激一點的題目 我們今天的點閱就看 好 先點閱就看 哈哈 先睡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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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張子彈睡一本 哈哈 等一下 我開槍了 我 我問題就是有問過那個學長 就是 為什麼喜歡那個 Joyne呢 喜歡Joyne呢 喜歡Joyne呢 喔學長 那是Joyne 沒有 要臉紅 哈哈 哇 哈哈 點閱最高的地方要出現 我們跟你選 Joyne 哈哈哈 要我起來了 你起來了 摸這個你就起來了 八卦女的 哇靠 超八卦的 沒有 我在睡一會 你又睡一會 我不是有列那個月老情感嗎 嗯 然後就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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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列 但是我又要第六條到現在都還沒寫 那前面六條有match嗎 沒有耶 沒有 哈哈哈 喂 你這話說的 說得出來 哇靠 真的 人家臉歪掉了 誰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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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你沒有六條 你都說沒有 那人家不是臉歪掉 誰歪掉 他媽的 我已經搞不住這狀況 你還在睡 你在做夢嗎 我現在做夢 我看一下 Joyne很喜歡冒險 我喜歡他冒險 喜歡冒險 所以我平常 有時候他還 你覺得他會突破那個舒適圈是不是 就是 他會嘗試 勇於嘗試一些各種 就是 你會不那麼冒險 比較平淡一點 然後他會比較 就我會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 他還喜歡老司機帶帶點 然後他就是會 就是往前存在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兩個就是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就他會給我一個idea 然後我覺得 這個可不可其 然後欸 然後ok 那我們就 試試看 就是 也帶著我一起 往前衝 嗯 那挺好 有點像神力女衝的感覺 嗯 就是 我覺得蠻多地方都複補 嗯 那你先 我想先聽你那個說 如果 身高175到19 有 這可以瞎修啊 那時候酒店我也瞎修 身材結實 會不會要按乾淨 有啊 有啊 這個有啊 有啊 搞笑話 一說話 八十歲以前不能鋪頭 還不要 哈哈 你說我不要我寫這一條 那藝術進行時尚品味不可以由你 性格要開朗 有主見善良 不大男子的主義 好啊 只有第一條 目前全部都有啊 就是啊 就除了 就除了 身高小朋友 第一條不切實際 這樣子 這是第一條 全部剛剛念的第一條 哦 為什麼 不行 很難怪第一條 再來再來 第二條 第二條是自己有經濟能力 亞伯一家人 外科 還可以讓小孩 有好的教育會理財 負債度還有誠實 這個很超過啊 這是你要 我說這條 超過符合 來繼續 好 可以第三條 可以互相交流 且尊重鼻子的小孩 對啊 你們大家聊三十五個小時 嗯 對啊 還久了 哈哈 哈哈 這四個是家庭為重 但是也保有交友空間 家庭和諧相處 不要太黏對方 這個你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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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沒有 哈哈哈哈 你自己 你自己不符合 他已經黏上了 他已經黏上了 這沒啊 我沒有寫完耶 OK OK 我在公司上寫了 好 那你自己也要趕快寫 他的都不知道去哪 我都不知道去哪 我剛才找到 好 是嗎 好 可以 這有符合嗎 有啊 有啊 我不敢說什麼 這好 答案留在你 這 這個會後聊 我們現在拉回來 拉回來 拉回來 我再睡一會 你再睡一會 可以 一拉回來就睡覺 一拉回來就睡覺 超勢力的 勢力演你啊 哈哈 很酥啊 好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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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我們聊 對 那我再繼續醒來好了 再來拍 幹嘛沒有 那結束啦 林倩就直接拉回說 大學話題 結束這樣子 那是什麼話題 沒有 剛剛是講到 研究生課餘在幹嘛這樣子 哈哈 但是研究生課餘 對於 好像 這就好像比較接近 就是說 美瓦記的生活 一整個樣子 嗯 然後或者是在美國 你都在幹什麼事情 就是你有覺得 你在美國的休閒活動 跟台灣的休閒活動 有什麼不一樣的 休閒活動 就只要不是做 做學校的事情 就算了 這樣 我在台灣的時候 會去打雨球 可是 在這邊 我覺得在美瓦記 因為雨球不是很盛行 就是你要找一個場地 你要 我有去打過一次 然後我就打一個小時的公車 然後再打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 就只去那一次 對啊我們是沒機會打雨球 因為沒有網子啊 對 你不是說這學期 學校會加啊 對啊 結果好像也沒有 了解 了解之後 沒有 我們可能要自己架了 我們有機會 切錯 切錯一下 然後就煮飯吧 煮飯蠻好玩的 就是前面的時候 嗯 同不同意 煮飯 後面 後面就是在 時間就比較忙 要收的就比較忙 就 那時候就開始 每天就是很簡單 就每次都一鍋 一鍋東西 一鍋滷肉 然後配完菜 沒有沒有 後面我也沒有在滷肉 可能 喔 就煮麵 下面挑食 然後菜 菜挑下去 然後 加一點滷肉 加醬油 白胡椒粉 嗯 蟲花 打一顆蛋 他們就會吃 你算多了其實 就跟我的同學比起來 對啊 但大部分我都吃水餃 就是 三包 三包 三包買三包 然後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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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蠻多時間都是在開車 就是在road trip 就是佔很大一部分 可是就也蠻好玩的 一直開車 同意 我覺得在美國就是有駕照還蠻實用的 蠻重要的其實 雖然主持人自己就沒有駕照 沒錯 但是在車上就是蠻好玩 就是沒有在台灣不會有這種經驗 叫專業附駕 我也是附駕 然後就跑吧 跑啦 跑啦 跑啦確實是美國一個文化 跑到專業了 我覺得現在算煮菜的眼神 我是超專業的 有啊來這邊大家 會煮菜的比例高很多 那我覺得 跟著荔枝去認識不同的朋友 所以直接帶著 先介紹介紹這位給你認識 然後現在在介紹這位給你認識 然後就大家都在趴蠟這樣子 就有很多人可以趴蠟 對 就會變得很好 就認識的人 就不是只有台灣人 然後跟實驗室的同學 所以就在多認識一些 不同國家 然後不同生活習慣 那時候 那時候認識荔枝完 你認識誰 你說跟著荔枝可以認識誰 你說那時候你認識荔枝 他是說認識的順序 可是你來的時候認識荔枝 然後再認識你 可宣 可宣我們在台灣就認識 那應該就是 應該是宿舍的會先認識吧 還是 我想一下 沒有他 他是你 你代表的人 那時候應該是 第一次是什麼 新生歡迎會 所以應該是新生歡迎會 上面有一陣子一些人 反骨有去 有啊你有去啊 他有酒欸 你有啊你是新生啊 我一起 是嗎 對 然後我們去打沙灘粉 嗯 就 跟大家就 我們就知道誰是誰誰是誰 嗯 嗯 那一次是校友參加 比較多啦 然後 然後就是 上一屆中原的嗎 還是上上一屆中原的嗎 上上上一屆中原的 上上上一屆中原的 就圍山啦 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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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那個 Annie 對啊 然後上一屆中原的 對 還有一個叫手 對 Steven 嗯 嗯 Steven 喔還有去那個啊 去英嘎家吃飯 但是又是 吃飯的時候是 你是說送舊嗎 就是我們 喔 李維藤吉他 李維藤吉他那一次 然後還有一次是 你不在 我們去參加那個 中秋節的那一個 喔 中秋節那是台灣同鄉會 然後是跟疫情間唯一一次 現在也沒有在辦 你有沒有什麼覺得要 來這邊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 尤其是 那個Walky 第五大最危險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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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那 我都不能 蛤 那是 要注意什麼 我想一下 沒有這叫破除迷私 破除迷私 他是Crime Crime ranking number 6 但是其實蠻安全的 嗯 比起 然後雖然芝加哥是 Number 20 但是我覺得芝加哥 比較危險的安全 芝加哥南邊最危險的 對 這裡的話 你晚上 晚上不出去 對啊就是 我覺得不管是在哪邊 應該 美國應該大家 不管哪邊都會建議 就晚上比較 我覺得天黑 就不要 就不要在外面鬥人 冬天比較 這個問題 冬天不要寫 這個大家要注意 那時候就蠻 蠻厭倦的 就是做實驗 那天黑就想著 對啊 那還沒五點就天黑了 可是聽說啊 聽說好像 今年開始 就不會換時間了 沒有有下記的 好像要取消掉 就好像 就是說那個沒意義 那樣子 所以今年可能冬天就會 天黑可能就是五點 六點之後 有一點沒意義 以前好像就是為了 種田吧 種田 就是 就是我記得是能源 我記得是節約能源 我記得是節約能源 節約能源 那誰在換 誰在換 電腦系統 電腦系統換 然後我們就跟著那邊 手錶要調 你會發現 兩點要到三點 然後突然是兩點 所以有一天你會多睡一個小時 有一天會少睡一個小時 是 通常都是三月和十一月 我感覺是夏季工作的時間長很多 冬季 冬季會打很多 嗯 自己做事夏季也沒有差 冬天 就很冷 夏天 如果以尼瓦記來說的話 因為夏天也是天氣很好 所以 你比較有活力 冬天就太冷了 然後所以 你就想 我再死你 這樣子 對 而且我 沒有車嘛 所以就要通勤 然後就等公車就 更煩 嗯 嗯 然後晃晃晃晃晃過去 然後想再走走走走走 那怎麼 冬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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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到 再到實驗室 你都沒有遇到可怕的事情 哦 這邊 這邊開車很aggressive 嗯 就是 有些人 某些類型的人 aggressive 對 就是 會不到 就是 但是我覺得普遍就是 就是 我覺得 算對行人友善了 對啊 就是 要看哪個區 哦 對 有一些區 市區的話 我覺得還行 市區的話 挺好 可以 我覺得他們 他們習慣有些 不知道就是 可能是這邊的那個 文化 可能不會打方向 對 會不會打方向 對 就是可能在台灣 就是大家會認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可是他們這邊好像就很習以為常 嗯 就是 對 偶爾還是會遇到這種 就是 奇怪的開車的人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 他們感覺看到行人 就是 行人即便還沒走到路口 他們其實就差不多要停了 就會停了 當然還是我覺得還是 會有少數 還是要看一下路口 我覺得偶爾黏的時候 會遇到那個雷的那種 嗯 對啊 剛剛那時候很敢過 然後決定就是說 就直接走 嗯 對 但是還是會怕 所以我寧願不要被撞 我也不要搶那個 搶快 這樣 嗯 就 雖然有時候可以走 但是 我還是會看一下 我還是會怕 我看每個人都沒來看 所以他就直接走 這樣子 對 啊對 甚至有時候紅燈他們也直接走 反正他就覺得說你不會撞我 這樣子 那我就可能會不要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要不要叙收一下 你偉大的愛情故事 嗯 可以 因為來這邊的人 一定有人遠距離啊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確實是 是那個 就是 我常常聽到 就是那種 嗯 因為你的例子 是 你的例子當然是很理想 就是說 那個 嗯 叫做什麼 遠距離 然後終於有機會在同一個 不一定說成名同一個城市 但是在同一個國家 這樣子 然後但是蠻多的例子 好像是那種 這個 拿女朋友其中一個 要去 去美國這樣子 嗯 嗯 我不知道欸 但我覺得 就是 因為我也不要 就是 因為我是在同一個國家 就是那一個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 比較有機會 就有這個機會 嗯 嗯 不知道 這條 這條 怎麼搭啊 沒有每個人 每個人有 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這樣子 就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在不同國家 遠距離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 就我 就我理解我 就是 就我身旁的朋友 然後我聽到他們講 是說 如果 來美國那一邊的 就是 和在台灣 就是因為 嗯 這個前提是說 台灣那個人 沒有留學經驗 然後他不知道留學生 大概留學生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 而且 所以時差的關係 然後話題的差距 然後久而久之 其實他們就是 會發現 漸行漸遠 這樣子 滿容易分子 然後所以其實 其實 很多時候就是 他們都 就是看到他們的 就是 情侶都會覺得說 可能可以出過前 出過後還可以再努力這樣 但很多時候好像感覺 出過前 如果就分的話 可能後面就 可能是 就不會 很 有問題 持續下去 當然也有 也有很好的 就是可能 有人就 他的另外一半 也決定要來美國 還是什麼 這樣 實際上 實際上這真正的 就是緣分 嗯 你有這樣的一個緣分 在哪裡 我覺得 看不到人 就覺得很難受 我覺得我像這樣 有時候一個月 一個半 一兩個月看一次 有時候還是覺得有點死 呵呵 但是 就是也沒辦法 這邊也有一些事情要忙 所以 也不能之後 所以你接下來就 但是我之後又是 好幾個月又不在這邊 嗯 所以 就是又是變成那種 不同國家的連距離 但是又會知道 馬上就可以 再見面 嗯 就不會像 像你剛才講的那種例子 就是 好可能寒暑 回來一次 嗯 然後 然後 每過多久 然後又要回去 然後下次見面又是半年後 就那種就是 真的就是 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覺得這真的 你就很考驗你們 是不是真的是 有一個共同目標 還是什麼 嗯 我覺得是 我覺得共同 共同目標 然後是不是可以 動力也差不多 嗯 還好還好我們要說什麼 哈哈哈哈 這你講 會爆 有沒有 什麼時候 看一下 我們講 我們講 我們已經聊快一個小時了 已經五十七個小時了 很接近耶 主持人他要聊什麼 看一下我們有什麼可能 可以聊 你要不要公開爭婚啊 或是什麼 公開爭婚啊 公商時間 公商 主持人 我們可以聊那個 其實剛剛我 我有記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好像都有聊到 但是 也許可以聊一聊 那個就是 未來計畫的部分 就是 就是你 你現在畢業了嘛 對不對 然後 然後你自己的 就是 呃 規劃是什麼 我的規劃是 就是 先 先回台灣當兵 然後再 再回來 就是繼續攻堵 就是 所以 有這劇中的事啊 完了 蛤 9N啊 9N那個就是一直 那是預設行程啊 預設行程 那都是Deport的 為什麼你要說 他開大科六 有 當然是 大科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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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好遇到一個 比較 我覺得 就遇到一個好老師啊 所以 就 繼續跟 就留在 留在UWM 然後念博士這樣 這很重要的 你覺得 你覺得算是那個什麼 就是你念博士這個 是算是 我覺得好像 就是 很多碩士生都會在想這問題 你覺得你 你是有受到 馬老師的 這個 那個 激勵 然後讓你想要念博 還是 其實你本來就是 其實我在台灣 塑伊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 給自己就是 就我沒有說我一定要念博 或者我一定不念博 但是我對念博士 我不排斥 就是如果 有遇到一個好老師 然後他可能 就蠻希望我留下來的話 就可能就會真的認真 考慮這件事情 然後 我原本在這邊的 大概到 後半年吧 這也是 蠻接近 尾聲的時候才好 不然 不然就 繼續念 這樣子 這也是 然後是 就你本來就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馬老師的教學方式 然後你也就是說 跟著他念博士 對 我知道有人是 就是很排斥 就是 就是 死不碰碰博士 對 然後 也有那種死不碰碰說實 但我就是 就是開放 我就是 我覺得 就只要不是壞事 就是 就是 試試看 不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蠻好 我覺得 就是 這個 就是 我覺得來念書之後 然後長到 就是 不管你是去業界啊 然後還是 還是去念博士 我覺得 找到一個興趣 就是 蠻好的 就是可以 就有一個方向啊 然後可以去 去努力這樣 如果你做的東西 你喜歡做 這是最重要 最重要 是你事業上面最重要的 興趣嗎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念博工 我只知道 念博工可以 可以賺到錢 所以我選了博工 然後 然後 就也是 就是這樣 無打無賺 然後打 但在美國好像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 好像 呃 比較沒有說 念什麼 然後 就是 以後是為了 賺錢 這樣的目的 好像比較 就是在台灣 你就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有啊 大家就知道那有前景 有啊 美國的 TOP的那些學生都去讀 Banking的 就是這樣 所以STM的就沒有 沒有美國的學生在讀 這怎麼回事 對啊 這就是現實 所以你們知道你們自己也 假設你們在 就是高中都會填什麼 性向測驗 對 可是 我那時候好像是 呃 因為那時候 填性向測驗其實是 還沒生理大學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是 呃 物理和醫學 嗯 然後後來我就去物理系 這樣子 你們知道新唐車裡有一個 無法判別 嗯 我就是無法判別 無法判別 無法判別 就是說很平均嘛 是不是 就是 就每個都有興趣 他那時候是有跟 好像六大戀人 嗯 然後我的剛好是從 一個好像道山 道的正山教練 嗯 然後他最後的寫自己 是無法判別 他說你需要再多探討你的資訊 嗯 我覺得 台灣就是可能 在可能 還比較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你會 有戒心 可是到後面 你讀書的勾頂越來越重的時候 你就會 有時候你的 興趣就會 好像就會不見 嗯 說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來這邊還有一個 也許會分享 就是 呃 我覺得在台灣很多人 會把他 大學 或者是出大學的那一瞬間 他接觸的專業剛一輩子 但我覺得在這邊的人 他比較遲開放的態度 嗯 他 隨時都有可能 他 換一個專業 但是也不代表說 他把原來那個就丟掉 他會融合 對 他會融合在一起 台灣也有嗎 台灣也有 但稍微少 他有那種 可能 大學念工程 然後 碩士訓練商學 也有 碩士訓練商學 的那一種人 嗯 這上什麼東西 你做的時間長 那你就會 如果你認認做 你會成為專家 對啊 一萬個小時定律 有種定律 你有受到 你有受到 一個事情 受到一萬個小時的 持續的訓練 你就會成為這方面的 業界人士 或是專家 對啊 就是 也是 也是算有興趣 嗯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嗯 如果你發現沒有興趣 提早 提早換個方向 也是蠻重要的 嗯 就是像 嗯 在美國這邊 我覺得很多學生 會不斷嘗試 他們哪個東西 有興趣 可是 之前在 就拿我自己來當地 就是 比如說大學選擇 科系之後 然後可能覺得有興趣 可是 就是 和唸了唸著 然後比如說主秀出來了 然後就發現 其實沒什麼 沒有那麼有興趣 可能就硬能把同意把它唸完這樣子 就 相對來說 我會覺得說 比起 現在看到美國學生 這樣不同嘗試方向 我會覺得說 其實當初步的 多嘗試 方向的話 可能可以找到另外一個 不要的路 但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 這邊 這邊 給你轉換跑道 跟這種錯誤的機制 比較完善 嗯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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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醒了 又睡了 睡了 醒了 欸 我現在的演藝給你做什麼 演藝給你做什麼 演藝給你做什麼 唉唷 對耶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聊到這裡 Peace Peace Check it down 那點藝給你做